第六場,四班千八米 3T的尾關跑長一點的路程 四班賽是千八米 大熱門精算特殊起步都在前面 不過見到潘頓、藍衣、黃帽 其他兩部是否想帶頭 外當是神區馬寧 外面有阿福德寶英俊飛區 先見到內當的風雷步都在前面 然後中間黃衣、淺藍、咒、一枝枝 起步多快,不在後面一堆 比內側紅衣、白帽的匹國大俠 在他們後面有追風 然後的馬還有幸運同行 拍攝著叫慶萬家 在後面是香港精神 在美國那三隻 多多勇區和美麗多營 包緊密暫時是綠色好運 跑了600米 前面精算特殊潘頓自己帶頭控制步速 這裡稍稍偏快一點 神區馬寧在二碟的第二位 貼蘭第三就封雷寶 過幾碗位,阿福德寶幫他走外諜 在內側一支箭,貼蘭第六位是國大俠 然後那一陣就追風 內當還有幸運同行 跟著一路騎著,在中間是慶萬家 英俊飛區繞繞繞繞繞去尾四 可能都是個檔外,要留後一點才能接近 在內側是香港精神 在美國那三隻,還是多多勇區 美麗多營和綠色好運 一路轉彎時,步速不完 帶頭仍是精算特殊 阿福德寶在外擋上來 中間是神區馬寧,內檔是風雷布 然後一支箭,國大俠暫時留在內檔等位 慶萬家在他們後面 扔出外擋的英俊飛區香港精神 放內檔手,幸運同行 入隊之後直路的手箭前面精算特殊 在這裡想搏走 不過帶得很快之下 這裡走得很遠 這裡帶著兩個馬位 神區馬寧一時都跟不住 內檔風雷布打下去不算很厲害 反而國大俠內檔移到出來,有點衝刺 中間上來有慶萬家 還有百多米的手箭前面,國大俠突然衝上來 精算特殊就停下了 後面一支箭,中間慶萬家上來 中間第一名國大俠,四班都贏了 第二名一支箭,第三名慶萬家 第四名神區馬寧 十一國慶收多少錢 九萬,四用彩 十一國慶搞定吧 不過這場你說這個世界真是有點天移 有兩隻實力馬,本來跑得很地地 氣管有血 一隻精算特殊,一隻風雷布 兩隻都是熱門馬來的 一早在前面 是啊,兩隻,你不是氣管有血 我想,段古有隻能入圍 其實精算特殊跑得正確 如果要精算特殊,最後兩步才是 看勢不應該都停下了 風雷布就很早沒有了,知道 但精算特殊其實是跑得正確的 我喜歡去放頭跑,又半馬去搞他這場 捕捉不太快 有時真是世事有天意 照他的走勢,你說贏不贏不說 前四明實有 其實脫開了一點 在一百至二百那一段都脫開了 突然急停 有隻走勢挺好的 現在爆尾就是綠色好運 其實追了很多 不過現在落後比較多 太后這場是比較難追 英勇飛區還沒落很多飛 但是全程都走開 英勇飛區,全程都走開 不知為何落那麼多飛 當位又不好,十四檔才不好 他們都不是很厲害 但我想看一枝箭進直路 田泰安 現在是養著他 上季谷草二千二都進直路 已經打到開花 這裡一直都是只推著馬 帶點懶性 拍一下,拍一下 反手? 這樣也第二嗎? 他臨在落邊那幾下才來 馬根本是 這裡才正手 幾步就拿到第二 你說早點打,結果會怎樣? 郭慶被他炒和了 沒辦法看好 看看三明張照片 慶萬家道先 分斷時間 頭段13秒89,第二段22秒36 第三段23秒79,第四段23秒86 末段23秒84 總時間1分47秒74 大家都知道今天三天有巨額多寶 但尾關也覺得很難 在前面很混亂 八千多元叫烏 好像差不多有18至20秒 應該是2.2柱 因為這場單跳也要三千多 四重彩有九萬多 都不是容易 不容易,因為範圍這場 慶萬家其實都是難買的 各大俠這些是四班跑的 不是那麼容易買的 一支箭台,賽前的閘日好像 好像一般 賽前有多少人讀到十一國慶 國慶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想到號碼 真的比較難 跑完才知道 往往都是這樣 很實奇 精算特殊那些 都突然氣管有血 沒辦法 十一,他真的直接十一就中招了 精算得就是十一號 原來解錯了 跑馬有時候 往往都是這樣 很多巧合的事情 這場也有些馬有血 沒辦法 沒有辦法 郭大俠贏得 跟上季的跑法有點不同 上季尾那場 跑去放跑千八 突破四班 之前三圈都是五班 所以廖康明也是有些能力的 這個練馬師 尤其是適應了現在香港的環境 馬都來得很快 郭大俠四圈在他的手 全部都是他炮制出來 搞得好 好了,快快手看下一場 下一場都是說的 第七場三級賽來的 值得一千 好,這組三級賽 國慶杯這場直撈賽 好,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一點 近外黨那邊 狀元及弟 緊張大師這隊快一點 中間黃三很多汗那一匹 是魔術控制 上次贏了馬 然後龍之輝、美麗第一 外黨水晶酒杯 在尾那隊 都是脫漏些 這隊紅衣 起步、電器騎士 和賢者無敵 跑了三百米 哪個帶頭 都緊張大師快一點 魔術控制是拍著他 在他們後面 近外黨那邊 狀元及弟 在內黨那邊上了一些 龍之輝、美麗第一 這隊是宿敵 然後還有電器騎士 亦上了一些 賢者無敵 暫時的內黨 都是屬於厚些 包緊尾,月旗要退 水晶酒杯 入到最後三百米範圍 前面緊張大師 好像收工 代之而起 魔術控制出來了 內黨的美麗第一 中間是龍之輝 最後一百米 前面的魔術控制 頂到這裡都差不多 美麗第一 現在千二的力 來跑一千 他當然容易 高中第一名 美麗第一 第二名魔術控制 第三名上回 狀元及弟 第四名才是龍之輝 很失望 就是賢者無敵 不過賽前的票 都是… 軟弱 回到七點二倍 不過你看他跑 跑下去 軟弱一點 馬又沒有 人都不是很積極 不過可能大勢已去 有時大師傅都是這樣 這些分級賽 他季內初出 可能目標很遠大 大勢計 應該是… 應該再好一點 目標 他沒有勢 他應該要跑好一點 這場 孫爺是一件事 完全沒有戰鬥力 在這裡跑到 他做了事情來 C閘 各方面都做了 大西閘 跑線都沒有問題 跟著美麗第一上 其實他沒有 對,這裡有用力推下去 但當然 到這場何言的 連馬師王飛 或者這隻馬 自己的Vin飛都軟弱 那隻魔術控制都誇張 三半跳上三級 都頂到最後一步 訓練時間 頭段13秒正 第二段20秒81 末段21秒91 總時間55秒72 健康這隻美麗第一 五彭治這隻馬 熱了身 立即有保重 我聽聽他怎麼說 對,他最好一件事 就是跑下去 慢慢懂得放鬆 上場季初 第一波 他也有少許新鮮 今天簡直有一個好的 披寸給他 提斯 流放得很好給他 最後他也可以 管著到尾 其實現在 當然這隻馬 以前在上季 或是再早期 少許 早期少許 一千米 現在一千米 其實今場 賽前有沒有考慮過 可能是延遲了少許 我也不會這樣想 因為始終他 是一隻 很好的轉身 你只要可以讓他放鬆 他就會交得更多給你 今季 當然我們可能遲多幾個月 會見面 嘉賢高勝 希望大家可以 我自己本身 那隻可以 最好的表演 去迎戰 看看距離 會不會縮短一點 靠健身去做 那下一場 有機會對的賽事 會不會就是 10月20日的二級賽精英 呢 暫時看看評分如何 都可能未必這麼急 再看看賽程 可能希望一月 有一場 Group 3的一千 跑完 然後慢慢 到歸尾才讓他 慢慢上去 所以現在其實 暫時 12月的國際賽 都未必想到那麼遠 還是 反而想跑 Group 3那場 一千米直路賽 我會先推薦 Group 3那場 一千直路 因為我都不想 這麼快逼他 上去這個級別 因為現在 我們說的 國際賽是一連兩次 12月和4月 我覺得 有很多時間 養馬最好養著 這些中心馬 只有一場 不入三甲 但都有獎金 這些馬 跑十幾場 想怎樣 當然可以更上一層樓 魔術控制 其實這場 虧很多分跑 而且無敵的分高 浪起了分 後面很多馬 都蝕了很多分 十幾二十分 魔術真的蝕了十三分 贏完三班 跑三級 居然是熱門 也算信心大 不過如果想上一次 他贏的姿態 的確是輕鬆 時間也好 很少自己放在前面走 他最後做的末段 其實是跟後上馬 最後末段時間一樣 而且是輕鬆的 所以我想他上次 真的強 過一組 一個時間又快 不過是三個戰爪 三班上來 二班、一班 三級 跳幾級 這些馬 他這樣報發 這些都看到有志向 應該想盡快 拿多些分去跑大賽 見到的就說了 看正 見不到 見不到 沒有分跑 見不到 聖不嬌 這隻都很出奇 已經出了跑道 發生什麼事 潘頓表示 兩場圈上馬之後 對座旗有點顧慮 進入跑道 跑了一段短途程 他是擔心左前腳不良於行的馬 所以帶回去兩場圈 然後就決定自己落馬 自己落馬兼解安 留意這個程序 他還未經受醫檢驗 受醫未看 他就解了案 他決定不跑 他帶了案之後走 他決定不跑 受醫是未檢驗的 因為通常我們見到的程序就是 受醫檢驗了 覺得馬有問題 通知董事由董事批准他不跑 不是由騎士決定 所以很特別 結果他解了案之後 剛才鏡頭停留在出跑道的位置 是停留了很久 而又沒有宣布退出 但我們在現場一看 就知道解案的 怎麼會不退出 解案一定是退出 因為宣布退出 一定要受醫報告的董事 就叫PA 即是馬八場裡面的廣播 說退出 是由董事吩咐的 不是由騎士吩咐 董事未吩咐當然沒有 而實際上 受醫隔了一段時間 才到了聖筆嬌的位置 看了很久才叫退出 所以有先狂認 所以賠率一直保持在電子機上 一直都沒有說退出 問題是騎士怎麼可以戴成這樣 我不用靠資檢查 解案我就不飽了 其實過往都不是這樣 不知道在今年零碎 那現在結果檢查有沒有事 沒事 這樣真的出奇 也有這樣的情況 但以前你都會去到集前 給獸醫檢查 可能獸醫都覺得沒事 但你會跟獸醫談 我真的不是很平常去跑這些馬 最終是大家拿了動式才退出 其實在世間裡 獸醫再回報給董事聽 那個決定權就不在騎士裡 現在就不是 現在就是騎士決定不跑 程序就不對了 因為未有時間去到集口 很遠 我想剛剛過了終點 沒時間他就回頭 他很幸運 我當董事我一定罰他 你做埋秀醫 真的 這場擺明是做埋秀醫 現在驗到沒事 其實是有責任的 我會不見多少錢 有些馬 有時出跑道一兩步 走得不順也會有的 有時真的要經過檢查 看七場賽事 休息一會 回來再看